大家好,我是阿米,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特长最新消息 近日,阿力国际站发布了8月跨境指数 指数显示,2022年7月移动集装箱品类的月均低运率,店铺流量 总体叫疫情前2020年7月增加48% 寻盘买家数增长约75% 线上JMV成交额增长117% 现成的房子,可扩展集装箱房,成为阿里巴巴国际站热搜关键词 两年来搜索量增长了约8倍 阿里巴巴快定指数预计,未来三年 海外市场有三分之一建筑主体将预制化 医院、商用、工业、民用等多领域均将加大预制应用 此前,人们对于集装箱的印象还停留在各种零食性的住房、仓库、办公室、港庭等 现在它的身影已经进入汽车充电站、露营、方舱医院等,并大量出口海外 此外,钢铁的价格波动扰动着移动集装箱的生产 移动集装箱的材料以钢铁为主,成本直接与钢铁价格挂钩的 从整体来讲,当前钢材价格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Win的统计数据显示,钢铁板材价格指数已经从2020年4月份的92.5左右 迅速攀升到2022年4月初的140,随后开始回落,现在维持在113上下 1000加外人自阅读,800加万字,1000加多圈的制库洞察 400加及500加小时400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人创跨境案例解图 既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制库阿米跨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